369跟宙斯交换队服 这英雄系英雄呀 这个确实没话说 因为上单玩家 对上单都很敏感的 就是上单 对吧 像我呀 对吧 包括六九哥这种 比较顶级的上路 其实你能 像你呀 腿哥呀 对 你能看出来的 就你能看出来的 对方谁在尽力 就是确实六九哥这次也尽力的 然后宙斯这个选手就不多说了 从小小赛第一拳呢 打到最后 你可以看他的兑线细节 就永远都是那种 一为一这个选手 他的细节永远是让自己的英雄 能够逆counter你 他的那种船长 勇文 这种兑线细节太屌了 我主要我觉得宙斯 让我觉得最强的是 你不管他用船长在上路 还是杰斯在上路 哪怕他兑线崩了 他是有用的 对 这是很夸张的一点 对吧 最最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 杰斯那一把和船长那一把 对 我对线可以死 但他团战里面的作用是一点不差的 这一点我是觉得宙斯 我认为最恐怖的一点了 而且宙斯这个选手 你别看他 十七八岁啊 他怎么每次打个什么 0-3 0-4 还在那边笑 就这选手感觉心态 心态贼好 不不不 这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了 啊 这也是被抓了以后在那里笑的 这种怪物级别的上单 你以后 你以后上路崩了 你以后上路崩了 也是要 这个 笑起来 我永远嬉皮笑脸的呀 爱笑的上单 爱笑的上单 运气永远不会太差 可以 让我想到了 MOS的微信名 爱笑吗 爱笑 我以后也要跟宙斯学习 可以 爱笑 乐观一点 就这种 我感觉心态还是挺重要的 你看这哥们 0-4 0-5 吸皮笑脸的 边笑边刷 然后人家团战还有用 这是最恐怖的地方 看一下这个 Pewsik 就这样进军到决赛了呢 哈哈 感谢大家给予支持 就这个选手也是挺 我觉得挺 挺挺 挺励志的 这这哥们今年 其实一整年打得挺捞的 而且他打那个冒泡赛啊 还是他们那个 替补打野 等于说把DX抬上来的 就冒泡赛 他在韩国打冒泡赛 都没人看好他们 这个选手 Pewsik 就一直被喷 是不是DX太子 是不是管理层有关系 就是为什么 还要让他上场 为什么不上主汉 结果这哥们 你看打真几那天 第三场 第四场 一把破败王 一把千决 巨猛 哥们 Pewsik 所以就是这还要说到一点 当俱乐部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其实真的 观众的那些喷啊 观众的分析啊 是没有意义的 对 你永远是旁观者 在那里去看 那你不知道他实际的情况呀 对吧 这种东西 有的时候选手在场上 就是需要有一到两场比赛 让自己突破一个心魔 就所谓的突破瓶颈期嘛 他这个成长速度确实很快 请解说分析一下 LPL的选手在本次世界赛中的提升 没有提升 LPL的选手在本次世界赛里面 不要说提升了 我觉得没有发挥出自己在联赛里面应该有的水准 这个当然有很多很多种因素啊 当然有很多种因素 但是确实我们这次是没有提升的 这次LCK的选手最恐怖的点就在于 他在S赛期间是越打越好 负提升了 是真的越打越好 真的负提升了 我们确实是负提升 这个没话说 这个打的真的是一言难尽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从整个教练组 就这一次我觉得看到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教练组的BP 然后选手的英雄池 以及在比赛中的心态 我觉得这三点吧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太活在自己的那个舒适圈了 就有些英雄你知道他很猛 有的时候知道世界赛可能这个版本这个英雄挺厉害 但你没有勇气去尝试他 对吧 你说我这种三十多岁上单的我也在最近练剑机练剑膜 这我也我也敢玩的呀 你不敢玩 你你拿什么突破自己啊 你打这种世界型比赛 你如果没有突破自己还在玩自己联赛的一套的话 说实话你就是不配竞技 对吧 这没话说被人家正面突破了正面突破 如果不是分组的话 甚至四枪有可能四个LCK的 确实 这个我们要承认的呀 这一次其实出去的队伍我觉得 京东和EDG的战斗力吧就还可以 对吧 这毕竟是和进了决赛的队伍打到这个3比2 2比3 但你要这样说的话 其实涛博RNG有话说 他们俩当时输给DX 可能 对吧 当时觉得DX挺烂的 就RNG涛博 有道理啊 我涛博跟DX1比1 怎么说吧 我是不是 你如果说 有道理 如果说DX到时候夺冠了 我涛博 算个老2.5吧 就是老一老二不真了 我2.5 2.5冠军 怎么说 可以 那你这个就一步一步嘛 对吧 对啊 就 一步一步 其实你 你DX到时候他的 排名越高 涛博跟RNG 其实也相应的地位会得到提升 合理合理 这边还是什么别开团 就是如果说 说事实就是开团 就这个东西我很不能理解 那我们什么叫事实呢 就是打之前 我们对自己的队伍觉得有信心 这就是事实 打完了以后输了 那我们就找问题 以及我们对 对于LCK的队伍 我们不足的地方 这就是事实 对吧 而且我是一个比较偏极端的人 就所有人 老有人觉得 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中庸之道在比赛场上有意义吗 没意义的呀 对吧 没有意义的 那输给肉哥怎么解释 那肉哥也有决赛的实力啊 肉哥三减零 好不好 呃 哈哈哈哈 你要这样子排 就比较麻烦了 给欧洲兄弟一个面子呀 给欧洲兄弟一个面子 对不对 毕竟我们现在三大赛区 哈哈哈哈 反正 都有话说 你要这样排都有话说 看下一个问题吧 下一个问题 万圣洁什么最可怕 Z卡最可怕吗 Z卡这一路打了 中单确实感觉 真的是在打怪升级 越打越猛 而且他能把超尾 在半决赛的舞台上 摁着打 超尾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这个我是真的有点没想到的 哎呀 输给越南 越南4.0呀 大家四大赛区 哈哈 阿卡利来了 哦 这个Z卡 不都不说啊 他在我们LPL里面 你们想想看 他刚 他最早在BLG嘛 对不对 对BLG 他在BLG的时候 被喷成什么样了 而且那个时候 应该是那个 我想起来 扣马教练 当时在VG 好像把这个兄弟 带过来了 是吧 扣马教练说 我可以来 但是我得带个小兄弟来 当时觉得Z卡 这哥们是不是 关系户啊 就感觉在LPL 打的也一般般 但是 一回到LCK 特别是一带到 这个世界舞台上 简直 太惊艳了 而且他一路打过来 感觉一把打的比一把好 就真的是在打怪升级一样 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啊 那个叫伯乐 嗯 对吧 那种人叫伯乐 而且会有这种水土不服的说法 可能会有 可能会有 Z卡的LPL 我是看过被喷的 那喷的点 主要是在这个俱乐部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相关的言论 说 哎 当时Z卡花了多少钱来着 呃 忘了 对 反正有传闻 然后就说啊 这个俱乐部真会运营 什么多少多少钱 什么这那的 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没有印象啊 如果没有印象的话 我只能说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 这个比较正常 已经互联网了 而且这兄弟 我觉得 其实当时打LPL的时候 他就有个优点 就在于他基本功很好 但是在LPL 他可能还是有点 包括可能语言上呀 整个的打法 可能不太适合他去发挥 但是到LCK 特别车的世界赛 感觉进步太大了 哎 兄弟大心脏呀 每次关键就能站出来 敢操作 确实可以 他一路的这种成长 是我们这个看在眼里的 来看一下下一页 他要做什么 他要做什么 我感觉到你 他要做什么